陈东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盛虚》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375集 这不是雷族内犬王八蛋 将几乎牙齿都给打掉六七颗 闷牙全没了 他觉得难看 不想说话 虽然一位祖老承诺 以药草可以治疗 能让断牙再生 胆相调理好 估计得两年以上 几乎正是年少飞扬时 一张嘴烧几颗牙 心情糟糕 胖端低声说道 要不进山吧 请那位出手 应该很快就能长好 闭嘴 不要再提 鸡风呵斥 他要大上两岁 算是少年中的几个主心骨之一 其他人听说要进山 脸色都变了 非常的不自然 楚风惊讶 多是觉得有点不对劲 这里边肯定有事 当下直接询问 青山就能解决 那里有什么呀 别说 还是兄弟们 这都不能说 想我当外人啊 楚风做出不满的姿态 几乎纠结 最后还是说了 老林中有一座雷击山 每当下雨都会出现异常景象 他们去那里游玩 看到山顶露出半截石棺 看那棺果的样子 像是史前时代所留 当听到这些介绍后 楚风心头便是一阵 观中 有一个生意 曾蛊惑鸡虎等人 说可以教他们无上法 可令进化者断体成生万劫不坏 几名少年吓坏 跑回来告诉祖老 当时不仅积海山跑去了 就是东青也跟着去了 最后告诫一群孩子 不要再去 楚风问道 什么鬼怪 要教你们什么法 少阳拳 楚风闻一言 顿是出神 他刚学会小鱼拳 现在听到少阳拳 剁日时有些想法 来 五哥 我给你送药来了 门牙断了 找东青姐呀 哪里需要舍近求远 楚风说着 将河野打开 露出拳头那么大一块 黑乎乎的丹药 散番丽花香与奶香 胖多人怀疑 这是什么 你吧 哎 这是我亲手练着的宝药 五哥 你趁热吃下去 保你断牙 可以在静气里重生出来 你会炼药 骗谁呀 你们别不识好人心 有一个老家伙 为了吃这种药 皮疗皮疗的 跟过来对我陪笑 那修为 有点吓人 最后 在楚风拍着胸脯仪 在保证下的情况下 几乎败信败疑 吃下去一点点黑药 多了吃不下去 感觉浑身火烧火燎 效果明显 他觉得牙床发痒 简直是立竿见影 楚风没有离开 跟他们聊了很久 详细了解那座雷基山 着实有些心动 所谓的邵阳拳 让他有某种怀疑 他琢磨着 要跟东青商量下 看能不能开关 不远处 部落传来熟悉的声音 林诺依双腿修长笔直 步履轻盈 走在铺满石板的街道上 两位祖老相陪 介绍着一些什么 许久未见 林诺依 清眼依旧 他身段高挑 秀发光滑 星眸很美 整个人略带出世的气息 跟过去一样 气质偏冷 神王级火残吐出的蚕丝 编织的衣裙 流动蒙蒙光雨 交织出符文与图案 将他绝佳的身材 衬托得越发修长与美好 在他头上 那只精盈的鸟汇骨簪 看起来格外引人 鲜红精盈 垂落下秩序神烈 竖着几缕发丝 总体来看 他虽然气质冷叶 但一身服饰 又为他增添不少 雍容华贵的气域 这是有意做出的一些改变 在他的旁边 还有一个男子 白袍如雪 不染尘埃 很儒雅 也很从容 面孔俊朗 是罕见的美男子 他很随和 牵着一个孩童的手 还抱着一个小女孩 都是部落中的小天才 几岁的样子 平日凌厉而乖巧 男子文文尔雅 看得出修养很好 虽然是在蛮荒部落中 但也没有高仁义等的姿态 很平和 接地气 不过 也没有人敢因此而轻视 若隐若无解 一股内敛的镇定 与贵气溢出 与林诺依走在一起 两人一看就不是凡人 天皇贵宙 有无形的地狱 在他们身后 还跟着一些人 贵气内敛 威严不嫌 都不是常人 林诺依一眼看到 楚风 朝这边走来 这孩子 有些不同 哪儿去呀 小玩 过来 一位足劳喊道 楚风真不想过去 现在这个样子 还没人家大长腿高呢 这样的重逢 让他情何以看 但是 足劳都开口了 他如果跑掉的话 那就显得古怪了 他硬挤出一缕 浅浅的笑意 走了过去 叫姑姑 这是贵客 不罗充的老头子 一脸热忱之色 他知道 这些人来头甚大 需要招待好 姑姑 楚风当时就想 喷这老头子一脸口水 这不是坑他吗 很是纠结 姑姑 那是打死也不会叫的 最后他硬着头皮喊道 谢谢 楚风记得清楚 他要比林诺依大半年以上 这叫什么事啊 都怪那老头子 他富飞 这样面对前女友 实在是太尴尬了 乖 林诺依微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如冰山上的雪莲花 清新而明艳 然而 一个乖子 却让楚风很想扬天长谈 这种经历也没谁了 今天真是见鬼了 也正是因为他仰头 林诺依将小脸看得越发真切 短时一正 蹲下来 将他抱了起来 被抱 他倒是不反对 可是演一下 这高矮对比后 他想一头撞在墙上 楚风觉得 今天出门没看黄历 真不该乱跑 林诺依说道 这张税嫩的面庞 跟我一位故人有点像 他仔细的 看着楚风 楚风惊讶 都变这么小了 他还能看出相近的轮廓 他还想说 本就是一张脸 好不好 林诺依一正 觉得是越看越像 被前女友 这样当孩子抱着 让楚风不适应 但脸皮厚起来以后 心也就自然淡定了 他开口 很多人都说过 我天纵之词 英俊非凡 有些像他们 梦中前世的黑马王子 这不要脸的孩子 我不捶你 两位祖老看不下去了 这可是贵客呀 天皇贵胄 这小兔崽子 怎么随口就乱说呢 林诺依拦住 两位祖老微微一笑 如花束堆雪 明景而盛极 他捏楚风的小脸 真皮 此情此景 楚风真是败了 说什么好呢 之前所猜测到 最坏的情况发生了 被对方捏着脸 当小孩子抱着 他默默的望天 像我这么天纵鹦鹉 想不引人瞩目都不行 虽小 我欠油脸 鸡海山 踏着石板路走来 身高一长 手臂 都比常人的大腿粗 整个人跟一截贴塔似的 他正看到楚风在那里 嘚瑟嘚巴嘚 比那皇族贵客还能说呢 那小嘴就没停下过 顿时脸色发黑 没胸没骚 好的不屑 就知道吹牛逼 鸡海山绷着一张大脸 走过来后 直接削了楚风一巴掌 满族的汉子 那是相当的粗犷 蒲山大手 几乎有楚风 小半个身体那么长 虽然是轻拍 但也让他前倾 整个人埋在 黎诺依的身上 楚风当时就想骂娘 这也太不讲究了 投胎过来 时不时就被人揍一巴掌 想他可是堂堂 楚大魔头啊 心情是糟糕透了 不过现在好像不是多难受 他第一时间体会到 埋在了一片柔软上 富裕芬芳 睁开眼一看 雪白细腻 如同杨枝玉般 晶莹温润 这是什么呀 刹那节 楚风明白了 李诺依穿着 开领的火蚕丝长裙 这他 这是不小心冒犯了 他咕咚着 前世可没这种待遇啊 转世后居然遇到洗面奶 当然 这种厚脸皮的嘀咕 也只能在心里 敢说出来的话 估计现场有好几个人 都想捶死他 小子 你怎么老实了 给我起来 姬海山喊道 提着楚风的脖镜 在那里晃动 海山 你下手 别没情没种的 他还是个孩子 给打孕了吧 一位祖老 赶紧的拦住他 晕了 楚风 含混不清的 趴在那里说道 嘿 这小子 就是着揍 姬海山 撸胳膊挽袖子 就要再打 楚风不情不悦 抬起头来 你是我干爹 说啥就是啥 来吧 就照刚才那样 接着打吧 闻讯而来的胖堆 几乎等一群少年都惊诧了张口结舌 这小子今天怎么了 平日很机灵 绝对不吃亏 不肯让人打 现在是求着挨打呀 怎么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